当今世界,有航母的十个国家,分别是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印度和泰国。 中国航母处于什么水平,对中国的航母评价国内还是过于乐观了,很多推测的数据甚至猜测把005号航母如何如何,相当的不契合实际。 从信友的实际硬件来看,中国的航母基本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,稍有一定提高,离一流水平还有距离,仅此而已。 我们的航母,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,船和图纸都是买的乌克兰二手货,而乌克兰手里的货又继承于苏联。 最后,中国的航母就是全盘继承苏联的航母技术,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直接获得的航母技术。 所以,苏联时期的航母技术高低,也就限制了我们技术的高低。 苏联的航母还达不到一流水平,有很多先天不足,从大小到动力载的起飞方式。 在西方眼里有一身的不足,苏联的水平也没到可以掌握造一流航母的程度,而中国接手的就是这个程度的那本航母,这就是我们的起点。 虽然不理想,但总好过一点都没有。 中国以自卫基础,附建了辽宁舰,又自建了002号航母,完全自建的002号还是以辽宁号为基础小改,甚至原来被视为缺陷的动力。 起飞模式,在机数量,都没彻底改变,仍延续老板基础。 中国的航母无论是附建还是自建,都没挑出苏联的那个圈。 机水平也和苏联时期的基本一致,处于中等偏上水平。 中国的航母发展,虽许得了不小的成就,这还是处于模仿。 赤透苏联遗留技术的阶段,自我创新的技术在航母上表现出来的, 还都是小打小闹的建改,苏联第一流的航母。 即使状态满血,拿到现在也绝不是一流水平,甚至不算是主流, 而中国还处于干吃透苏联航母技术的水平。 能够以苏联的技术标准自建航母,对于航母发展和水平高低的问题, 既不能过分乐观,也不能消极悲观,脚步不停的追赶,才是由弱变强的成功之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